大家好 我是阿刚 今天我来到不给兵义这里有一间炸鸡店 今天吃韩国炸鸡 进去看看喽 今天餐厅环境不错的啊 看装修很温情的这种 素邦那天人太多了 然后我就点的那个台湾的过去 现在呢 我到了不给兵义这里有一间 这个不用排队 因为我今天来很早 到饭点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他这里忙忙了 我刚才跟他点了一份这个套餐 应该是两个人份的 然后我就点了一个这个套餐 应该也是两个人份的 我点了一个这个 不懂是什么东西 来了一份 以前在素邦那边哈 我跟我媳妇有沟通这个餐厅吃什么东西 但是呢 那天人多啊 就放弃了 要等一个小时将近 所以说就走了 今天我来这里呢 嗯 我就简单的跟服务员说了一下 选了一个套餐 然后他跟我说 你可以有配套 选什么东西 虽然我听不懂哈 但是我装的很明 卖的样子 哈哈哈 这个餐厅哈 我觉得应该是中央厨房配送的 嗯 类似肯德基卖大佬似的 他们只不过拿来出加工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小花车是什么风格啊 哪里的装修请教啊 现在我们回到家了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套餐 这个汉堡 我点它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个黑色的呢 我很好奇黑色的是什么味 这个是一个饭的 跟吃过拌饭似的 类似 它这个碗是直的 我也很好奇这是什么东西 也是黑色的 所以说我也把它点了 正常不要点这么多的 正常好像两份套餐饭就够了 这两份套餐饭 加上这些鸡就够了 这个汉堡和这个东西 我是特意点了 尝一下的 这一餐又得吃两顿 这桌上摆不下的一共四个水 我就把那个汉堡干掉 然后吃点鸡 这个饭可以留着明天吃 它这个是炸土豆 不是炸薯条的 打包回头都软软的 所以这个东西 还是在那边吃比较好 打包回头再不理想 这个起司都跑出来了 都沾到 袋上 这黑色面包挺香的 不知道是什么做的 这个我点的是辣的 它这个鸡肉 酸酸甜甜的 跟肯定鸡和麦当劳都不一样了 这是个套餐拌饭来的 这个套餐明天直接可以 打包带走了 它这个饭应该是海带的吧 尝一下啊 它这个饭好像是海带那种寿司饭似的 然后加上肉酥 这是一个面包的东西 中间抠了个坑 然后它 有放 这什么酱 顶上盖了一块起司吧 这什么味的 尝一下什么味的酱啊 很甜的 哎 这个味 没吃爽 这个吃不习惯呢 这个什么酱的味 感觉这个面包能吃 酱应该丢掉 今天这餐我觉得很失败 因为它都是炸的嘛 然后打包就容易捂 一捂就不脆了 感觉裹的面黏黏的 哎呀 有点小失望 这个口味跟我们的锅老肉现在感觉差不多了 这都捂得有点不好吃了 这个餐厅啊 不适合打包 这糖食还可以 东西做的一般嘛 因为吃不出来原有的效果了 这个我是真吃不习惯的 给我媳妇看它受尾了 重点是它这个土豆啊 带皮的 还有搞成这个样子的 这只臭土豆都给我放里面 给我炸了一下 我靠 今天那个餐厅吃的很翻车呀 那可以建议你们去餐厅里吃 但是不见你们打包 今天晚上吃的最好的一个就是这个汉堡了 比较好吃 有一些独特的味道 口味也不错 其他呢 都是失去了他原有的东西了 应该是打包的问题 不是他做的问题 因为 吃进久了他有热气 有热气把这些炸的东西都弄软了 都不那种酥脆了 哎呀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我还没有粉丝啊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我一下